8月19日,关心员出现了在香港美丽华酒店举行的博爱医院NICI抽款活动记者会,和小朋友们一起喜喜玩乐。 首尾同样都是沾约了,麻烦阿姐了。 我觉得这个这么暂身的目标服务,真的非常之好。 我相信会吸引到更加多的前掌人翁,去买这么漂亮的精品。 你看到他们这么有趣,这么可爱。 我相信在房内的市场数字,会继续上色的,是不是? 一定是。 所以,如果你们都想拥有这么漂亮的精品, 就快点不要等了,快点去帮上来支持这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。 是啊,只要捐钱就可以扣到的了。 那阿珠再和两个这么有趣的公仔拍一下照片,好吗? 快点姿势。 Jayda这次拍卖网偶做慈善,自言有了干女儿之后,慕哀泛滥, 总想买很多网偶送给孩子,还为此经常遭到孩子生母的投诉。 现在有比较多的杂论,因为有了一个干女儿之后,常常都会见到一些小朋友的东西,都想买给她。 但是有些时候他们说,她年纪还是很小,你不能买这么多东西给她, 因为他们妈妈都在投诉,因为没有地方去放这么多的东西。 Tanell S. Andrew表示,其实要观察一个男生人品好坏的时候,就可以带她去做义工。 如果她愿意,那么她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男生。 如果一个男生,她都会很有这个善心的话,我觉得她都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男生。 所以,如果你要看一个男生好不好,你就要找她一起去做义工。 如果您的意识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